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 俄罗斯边境城镇科金卡的田野和建筑物正在冒出滚滚浓烟 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周一称 一群乌克兰破坏分子穿越了俄乌边界 进入格莱弗隆地区正在被俄军击退 至少6人受伤 一个与俄罗斯安全部门有关的电报频道巴拉称 通往俄罗斯主要公路沿线的三个定居点发生了战斗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助手表示 此次入侵俄罗斯的行为与乌克兰无关 乌克兰媒体援引该国军事情报称 袭击分别由两个俄罗斯反对派武装 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实施 自由俄罗斯军团周一宣布 已完全解放边境城镇科金卡 其前锋部队已抵达格莱弗隆 并称会继续前进俄罗斯将获得自由 针对贝尔哥罗德地区的袭击 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首脑普里格金 直接批评俄罗斯国防部失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言书综合报道 2017箇所供说声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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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